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2024年 1月7日 已經是 星期日了 我看到 一篇 彭博社的報導 我看了之後 立即笑出來 他就說 引述美國情報消息顯示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甚麼要清洗軍隊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發現了軍隊腐敗現象 實際太過份了 腐敗到他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中共的導彈竟然裝水 習近平 震怒到不得了 你比滿清還壞 大家知不知道 滿清當時 因為慈禧太后要蓋儀和苑 就挪用了北洋艦隊的軍費 蓋儀和苑 這是傳言的 結果 沒有炮彈了怎麼辦 跟日本人打仗的時候 日本人打到來 他就在這些炮彈裏面裝沙 因為沒有彈藥 結果他就射中日本的軍艦 不過 不爆炸 日本的軍艦射中他就爆炸 你就死了 人家就不用死了 北洋水師 用沙 中共現在更加先進 用水 裝滿導彈的水 而不是燃料 這個說出來真是笑大人的嘴巴 好了 我們先講講彭博的消息 好了 美國消息人士認為 解放軍內部的腐敗問題 已經導致他 整體的能力和信心下降 尤其是火箭軍方面 同一時間 習近平的一些軍隊現代化優先事項也受挫 在過去的六個月 貪污調查 已經涉及十幾個高級的國防官員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對軍隊進行最大規模的打擊 我們昨天 我們讀了 人大常委會 決定 去九個軍人 高級的軍官的人大代表資格 有海軍 有空軍 也有後勤部 裡面 裡面有四個上將 有三個少將 幾個中將 即是說全部都是將軍 全部都是將級官兵 結果每個人都是貪污 貪得離譜 報導也說 與此同時 美國評估認為 習近平沒有因為不斷擴大清洗行動而被削弱 消息指 習近平撤換高級官員 包括一些他主政期間提拔起來的人 他的舉動表明 他對於共產黨的控制仍然很穩陣 而且他對加強這個紀律 消除腐敗 以及最終讓中國軍隊做好長期作戰準備 是認真的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沒有立即回應彭博社的 訪問要求 當被問及有關美國情報問題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的一個發言人 叫麥納斯 這位麥納斯宗教就說 他們部門的年度中國報告 討論了 習近平 加強以及加快解放軍反復調查的努力 但沒有提供更加多的細節 彭博社週末 也沒有辦法聯繫到中共國防部作出回應 當然你問他 當然不理你了 你們是不是貪污很嚴重 當然不理你了 你們這些炮彈是不是裝了水呀 當然不會理你了 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火箭軍以及整個國防工業基地內部腐敗情況 嚴重 其中一個知情人士爆料 他說美方情報評估滅捲了中共軍隊腐敗的例子 包括 導彈之中 裝的是水 而不是燃料 以及 中國西部大片導彈發射井的蓋 是沒有辦法有效發射導彈的 即是不是經常打開 要維護 還有核武器 其實中國的核武可能跟俄羅斯差不多 因為每顆核彈頭 要用幾千萬美金去維護 中共好一點 中共只有幾百顆 那裡的錢可能還沒有那麼離譜 起碼也會留一點 十顆八顆用得的 其他地方 你不會拿核彈來試爆的嘛 主席會不會說我們演習 爆核彈來看看有多大威力 不會的 不會有這個要求的嘛 所以 我有理由相信 中國的核彈可能 一顆一顆都爆不了 因為 絕對沒有人會去檢查核彈的 沒有人會試爆的 這個是不是能不能把核彈的 演習還是演習 沒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 跟中國的地下水道是一樣的 沒有人看到的嘛 不用那麼膽子下去啦 所以深圳那些渠是假的 廣東那些渠是假的 一水浸 一下雨 就像一條河一樣的 好了 最近對中共的軍隊 尤其是火箭軍 還有後勤部 裝備部 裝備部 裝備發展部 合併了 以前 解放軍有 總裝備部 總後勤部 現在 合併了裝備發展部 裝備發展部也是一個很嚴重的貪污問題 大家都知道解放軍的飛機 他們最厲害的有10隻 但是只有兩隻用得 因為他們 表演的就是這兩隻 其他人也要表演 一日 二日表演完 習近平要點名3、4日 等一會 等一會 然後把1、2日的引擎 拆下來 裝備在3、4日 飛3、4日來看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飛3、4日飛不動 所以你看到了 中國的問題 當然是很腐敗 很嚴重 跟俄羅斯的軍隊也差不多腐敗 中共軍方研究人員 早在2014年 將腐敗問題 稱為 削弱軍隊作戰能力的 頭號殺手 而系統性腐敗問題 已經導致了一些俄羅斯武器系統 在烏克蘭 戰爭中表現很差 指情人士繼續說 美方評估認為 中共軍隊內部腐敗導致整體能力 尤其是火箭軍的能力下降 而且腐敗的普遍性 以至於美方官員的研判 會讓中共在未來幾年考慮採取重大軍事行動之前 就會想清楚 即是說他們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就會減少 中共提出2027年將軍隊 轉化為一支 現代化軍隊的目標 為此投入了幾十億美元的 巨資 其中核心就是火箭軍 這支部隊是被寄予口望的 主要是針對台灣或南海發揮他們的作用 五角大樓發言人 麥納斯宗教表示 國防部年度中的報告也討論了北京 加強和加快軍隊反腐敗的 調查的工作 但是沒有更多的細節提供 中共軍隊 大家也知道貪污是很嚴重的 我們一早已經告訴大家 很多年前 我已經首先爆料 中共的軍隊 他們最厲害的是甚麼 就是唱K 海軍他們最先進的武器是甚麼 就是卡拉OK 真的 他不是告訴你甚麼導彈、防禦系統、激光炮 而是卡拉OK 他們花最多錢就是在響樂方面 不是只是唱歌的 我知道中共的軍隊 在響樂方面絕對是不甘候人 絕對是 搖搖領先 但是 打仗真的是一般 因為大家也知道 中共解放軍 最近一場勝仗是甚麼時候呢 要數回去1989年 是春夏之交 發生在我國的一場政治風波 發生在北京的一場政治風波 是不是 大家心照吧 封甚麼鬼野波 派野戰軍用軍槍屠殺手無處鐵的人民 這就是中共軍隊近三十多年來打的最大一場勝仗 之前是甚麼老山戰役 梁山戰役 有沒有贏過 只是打和而已 你沒有打贏越南仔 說出來真是很節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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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來真是很節奏 所以 中共軍隊真的是很腐敗 你知不知道買上將要多少錢 買上將 據說 是要 5億 那買上將來做甚麼 當然是卡水啦 難道為興趣 是不是 你看到了 中共的 叫做少將 上教那些軍閒呢 他們得來是怎樣得來呢 要不就是給錢 要不就是靠上床 要不就是靠群帶關係 沒有其他的 美國當然是否百分百沒有呢 我不敢說 但是 他們主要是靠你的訓練 軍功 各方面的表現 學歷 加上 出色的實戰技巧 因為美國人是實戰的嘛 你們沒有的嘛 你們 最對上一場仗就打了北京 天安門大節 所以 中國軍隊腐敗問題 跟俄羅斯是不枉多弱 打起來可以抑多久呢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的對手 其實台灣也難打了 因為台灣的武器比烏克蘭先進很多 隔著海 而且台灣的導彈防禦系統也比烏克蘭先進很多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打 不算其他台階問題 根本就打不了台灣 你打台灣 日本就動手 你打不打得贏日本呢 說出來很好笑 經常有人說 日本怎麼少日本 日本很強的 日本是當今世界有史以來唯一可以跟美軍有得打的海軍 沒有一支軍隊 是可以跟美軍有得打的在海上 只有日軍 這是 大半世紀之前的事 中共的軍隊腐敗 像北洋的艦隊一樣 會不會你一場隔五海戰 將北洋的艦隊全遷呢 如果打一場台海戰爭 會不會將所有中共的海軍全部遷滅呢 我覺得 是有可能的 當然啦 現在習近平知道了 你們那麼腐敗 軍隊裡面裝水的 不是腦子裝水的 是炮彈裡面裝水的 說出來的 真是厲害 中共可以說是能人所不能 有時候 你想到的 會發生 你想不到的也會發生 誰想到炮彈裝水的 最多是裝沙的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乘以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免費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的朋友 你也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你上網就是101%安全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選擇是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給我做兩次的地方 我來看 我看我會說 你這麼有的重要 我會說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我跟他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